首先选用高粱、大麦、豌豆等骨骨为制作原料 经过磨、磷、熏、蒸等复杂的手工酿造之后 进入沉酿器 正宗的山西老陈醋 采用的是下浮晒冬捞冰的传统工艺 新醋经日晒蒸发和捞冰后 醋中的杂质沉淀水分吸出 浓缩倍数可达三倍以上 沉酿期一般为九到十二个月 有的长达数年之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